欢迎继续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身边继续有药材证券研究部分析员谭战 阿诺说我们分析考试方 阿诺 你好 阿诺 你好 这一节我们不如说一说商品的走势 看到金价油价都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升了上来 刚刚新闻看到伊拉克政府凶杂摩苏尔 令到油价方面也有些反弹 看到很多油股今天的升势都不错 其实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是否只能短暂刺激到这些油股的表现 近期你看到国际油价 无论是布朗特企有或是美国企有 整体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升势 甚至在创造一些近期的高位 最主要原因的确是 始终是全球第二大油产国 伊拉克 你说近期来说当地的政治局面 或者说当地的军事冲突 是说问题 相对比较严重 早前就说到 始终看到当地的一些武装分子 都占领了很多城镇等等 都看到令局势不断升温 但是近期应该升得比较急 某程度上真的见到这些武装分子 占领了在城市 连一些比较大的 好像在城镇上 每个月的月军产量 31万桶油产量的城镇 都被镇压了 近期来说市场在担心 市场传过很多消息 究竟在估计美国 会否有机会出兵 去控制场面上 但是你看到 其实这个问题 可能有机会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你看到 之前市场在估计的 美国可能会真的见到 问题开始有点严重 可能会很快地出兵 但是你看到总统奥巴马 最近新的言论上 都见到 其实他们都没有那么快打算 去派出一些绿地战队上 即是派出一些绿地战队上 去镇压相关的事件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可能未来来说 其实现在估计美国 都在做一些空闸等等 相关的动作上 所以其实你都预料这个问题 仍然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看短期来说 油价有机会继续高期 所以这个因素上 可能短期来说 会刺激到油价的表现 所以你看到 因为局势仍然是未明朗的情况 我相信你说油价 短期来说 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压力 如果是这么说 这个时间 正如你所说 可能地缘政治 都不会这么快 一天半天就解决了 这个时间是否应该追进这些油股 插一转呢 当然的 你说如果油股要选 当然会选中海油883位例 始终说他们从事上游业务 如果油价上升 对它来说会有个直接的帮助 而事实上看到今年上半年来说 特别说在这个5月份 5月底至到现阶段 6月头这段时间 各地油价上升的速度 就相对比较明显的 那看回中海油 其实在说它的业务表现上 其实一直以来都表现得一样 大家对于油产量的表现 都感到有点担心 而且之前说的 美国退市方面 都令到油价的走势相对比较弱 不过你看到近期来说 国际的油价的确反弹了不少 正如之前所说 除非你看到短期来说 E-like 局势有个明朗化的迹象 否则在这个势头下 我觉得你说中海油 未来来说有机会受惠着油价高企 而持着有个不错的表现 再加上除了说E-like 的局势之外 还有问题就是 你说始终见到 美国、欧洲当地的经济 表现的确有个复苏的迹象 其实这些因素 对油价都会有个造成支持 所以我觉得8-8-3今年来说 可能有个炒作话题 就是看到平均的油价 有个回升或者比较明显的升势 相信8-8-3份业绩 有机会是比市场预期好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是有条件继续看好一点点 所以你看8-8-3股价走势为例 都见到今天都突破了 比较关键的 之前13.8这些高位 走势上一定是一个反复沉顶的形态 只要不跌穿13.5 后市是有条件继续看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有货的 不妨继续持住 但是如果要买 我也不建议这些位置 马上去追着 等到股价回落到 可能13.6 13.7这些位置才去吸纳 将止涉价放在13元 后市目标暂时来说 我觉得可以看回15元这些水平 看到8-8-3股价 明显升穿了 250日的平均线 13.5.8这个位置 除了8-8-3之外 其实中石油8-5-7 都有这些上游业务 但见到它今天股价升幅 就不是太厉害 是不是因为之前已经升得太多 当然的 因为始终说如果有不同的石油股 看焦点不同 说中石油 之前可能会和俄罗斯合作 天然气方面的业务 这个因素都令到股价炒了不少 所以我觉得就算看到 近期来说 一些国际油价急升也好 对它们的上游业务 的确是有个帮助 但市场会看回157的焦点 可能落到天然气的发展 这方面 都要看它和俄罗斯当地的国家 有什么的合作关系 但从整个技术走势上 都见到中石油股价走势上 都一点都不差 亦都是一个在20天线楼上 一个反复长顶的形态 所以我觉得就算见到 今天的股价不是升得多 但不代表它现阶段的势头 真的非常弱 我相信从整个技术走势上 有货的投资者 其实这些位置继续中线握住 是没问题的 只要不跌穿20天线 即是9.4这些位置 短线来说 其实是有条件继续看好 我觉得目标暂时来说 如果拉长提力一点 如果能够突破9.6这些高坏 这些阻力位的话 你说要试分1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应该不难 见到从事下游业务为主 中石化 都继续上升高 去到52周的高位 去到7.44这个位置 暂时现在升了1.78%左右 见到似乎 今天的股市这样升 无论油价升 上中下游股都照升 其实中石化又有什么因素 刺激它的股价呢 当然之前提及到 每个油股现交键的炒作话题 或者看法 都可能有点不同 虽然说中石化和中石油的下游业务 是相对比较相似的 但是看中石化的业务上面 其实焦点上面 看它们最新的份业绩 无论是化工也好 或者练油业务也好 表现都不是太理想的 虽然说近期来说 国际油价上升 对它上游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实际上 它们未来的那份业绩 未必说真的非常理想 不过说中石化 有一个最大的有因推动股价上升 就是说它在股值上的问题 始终说中石化现阶段 随到这些位置 虽然说是近期来说的高位 但是市盈率 都是10倍PE 10倍PE 当然你会问 究竟是便宜还是贵 但是看中石化过去的业绩 业务上表现浮沉 又不见到很强劲的增长 10倍PE 又说在这方面的看法上 就不是真的便宜 不过说今年中石化有什么炒作因素 市场最主要炒作 就是它们未来来说 有机会分拆下游业务 引入一些文字 如果能够分拆下游业务 市场普遍认为 一般的下游业务 普遍的平均市盈率 都应该有15-16倍PE 这些位置 所谓说现阶段 其实中石化10倍PE 这些位置仍然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所以一直以来带动到的股价 都走势相对比较强 从整个技术走势来看 中石化的技术走势 其实你看到 10天 20天和50天线 都顺序地排列 都是有利整个中期的形态的发展 短线来说 7.2 这些支持位 不跌穿7.2 这些位置 我觉得后市有条件继续向上望 而后市的目标价 我觉得中石化可以看到8元的水平 军事冲突 通常都会令到油价升 看到金价 其实都去到三个星期的高位 好像金矿股 今天升幅都是跑赢大事 好像资金矿业 暂时升了超过1% 去到1.74 这个位置 但相比起 其实它早前或几年前的高位 其实差很远 金价未来会怎么走呢 会否继续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 当然你见到 金价近期有个会胜的迹象 但如果拉远一点 看看近三四个星期的走势 其实国际金价上 自从每盎市跌穿了1,300元 这些关口之后 在1,250元这些位置 拉锯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近期来说的确是有个反弹 但你说是否这么快 能够突破1,300元这些位置 我相信是会有所保留的 你看看金价近期来说的走势 都相对地偏弱 近期来说只是随着 可能一些地缘政治等等的因素 出现一些技术反弹 所以同样地 你见到一种的金矿股 其实走势仍然是比较偏弱的 从整个技术形态上看 相信好像以至今为例 你看到近期来说 由1.65这些位置反弹 反弹的幅度 虽然近期来说都不少 但都是一成左右这些位置 我觉得 所以你看到现阶段 你会留意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是否这么快 能够突破20天线 1.75这些位置 我会有所保留 所以这些金矿股 这些位置 我绝对不建议追 反而有货的投资者 好像以致这样为例 做好风险管理 留意10天线 1.72这些位置 如果不跌穿 暂时可以等技术反弹 看看能够进一步突破 试回50天线 1.78 但如果真的跌穿10天线 1.72这些位置 我都觉得可能要考虑 千层指账或指示离场 似乎Ano对金价看法 真的比较保守 油价回来看好一点 好这一节 好多谢Ano 说我们分析 商品格格走势 对港股相关股份的影响 刚才提过这么多股份 哪有持有的 没持有的 好这节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会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好快点打来 2804 6566 跟我们一起聊聊 稍后再见